每天都有數百名 來自中美洲的無人陪伴兒童 抵達美國邊境 希望擴准入境 他們的湧入 令美國移民系統難以應付 移民當局將他們驅逐出境之前 必須確定 他們是否有合法 停留在美國的理由 問題是我們的系統 千瘡百孔 含糊不清 人們弄不懂我們的規則 奧巴馬總統星期一說 走私與販運者 和其他危險的罪犯 利用美國移民系統的混亂 將人口與貨物偷運過邊境 使用這些手段的非法移民和企業 損害了美國經濟和勞工市場 他抨擊眾議院共和黨議員 阻止對移民改革法案進行投票 這項議案旨在保護美國經濟 並且允許一部分非法移民 獲得公民身份 他說 目前的局勢迫使他 繞過國會採取行動 作為第一步 我將指示國土安全部長 和司法部長 將現有和適當的資源 從內物轉移到邊境 保障公眾安全 和驅逐危險的罪犯已經成為 並且將繼續是我們的優先事務 但我們要重新調整力量 以確保我們採取的一切手段 保護邊境的安全 自去年10月以來 已經有超過5萬2千名兒童 抵達德克薩斯南部 邊境拘留所人滿為患 一些美國人認為是政府 讓這些兒童從威迪瑪拉 宏多拉斯和薩爾瓦多 湧入美國的 因為總統的政策 引誘著這些孩子們 冒著生命危險 從中美洲來到德克薩斯 政府方面則是指責 布什政府任內通過的一項法案 禁止將兒童立刻遣返回國 奧巴馬總統希望改變這一法律 他要求國會撥款20多億美元 以解決這場危機 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 約翰遜在視察亞利桑那邊境時 呼籲中美洲各國政府 停止目前的做法 我要發出的總體信息是 讓你的孩子穿越1600多公里的路程 進入墨西哥和德克薩斯州南部 這樣做是不安全的 如果你是正在考慮這樣做的父母 暫停遣返青少年條款 不適用於您的孩子 全面移民改革 贏得公民權的通道 不適用您的孩子 這是一個危險 非常危險的旅程 奧巴馬總統說 他的行政措施將促進邊境安全 但沒有國會的行動 無法整體解決非法移民的問題 美國之音 VOA 衛視報導